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在日常生活中您借过钱吗 或者说借给过别人钱吗 很多人都劝诫大家说 千万不要借钱 借钱是个很麻烦的事 尤其咱们有一句古话 欠钱的是爷爷 借钱的那是孙子 钱借出去的时候好借 要回来难度是很高的 最近这两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很热播的小视频 一个女子跪在地上哀求她的朋友 说我当年借给你60万 你这么长时间都不还我 现在我也不要利息了 你能不能还我50万就行 后来还有人解读 说这个女的当时借给她朋友钱的时候 也是出于一片善心 而且双方是朋友关系 连借条都没打 结果现在人家朋友翻脸不认人了 钱也不打算还了 所以她只能跪地跟她朋友要求还钱 确实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最好不要去借钱 但是架不住谁没有几个朋友 哪个朋友一旦有难处的时候跟你张回嘴 60万这么大数点我们或许没有 但是3500 1万2万还是很有可能借给别人的 那么怎么办 而且我们很多人还有这个特点 既然都是朋友之间借钱 也不太好意思让人打个借条 虽然咱们觉得你多少手里得有个凭据才行 但是毕竟双方平时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候你让人打借条 好像真的是不相信对方一样 很少有人能想到可能过一段时间 我们得像这位女士一样 跪地跟人要钱 人都不还给我们 那么怎么办 大家不要担心 不一定非要拿到借条 我们才可以要求人家还钱 前两期节目我们就说了 5月1日以后 最高法对于电子证据又有了明确的说法 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转账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当做证明 咱们这么讲吧 你现在要把钱借给别人 很少有人是直接给现金的 小钱我们可能通过微信支付宝 直接转账就可以了 大钱尤其是像这位女士这样 60万呀 我估计拿现金几乎不可能啊 一定是要通过银行转账的 那么好了 不管是银行的转账记录 还是各种支付平台的转账记录 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 而且朋友跟你借钱的时候 总不能连一句话都不讲吧 你们一定会在聊天工具中 留下各种各样的信息的 这些信息都可以当做证据使用 所以如果你不好意思让朋友打借条 没关系 一定要保存好你给他的转账记录 和他跟你借钱的时候 你们俩的通讯记录 有了这两条记录 拿到法院上是绝对好用的 稍待久啊 我们还得提醒各位好朋友一下 当今社会并不是说 你在法院上战胜了他 他就一定要还钱给你的 你还要考虑到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还你这个钱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跟别人有了这个债务纠纷 一方面要固定好你的这个证据 能够证明你真的把钱借给他了 他真的有义务还钱给你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在诉钱就进行 就是诉钱对他的财产进行保全 你的债务人名下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呀 有没有固定存款呀 这些你一定要在开庭之前 就把他的财产保全住了 别这方面打着官司 判决还没下来 另一方面他知道不许得还你钱 把名家的财产纷纷转移走了 甚至用什么假离婚的方式 全都交给他的配偶了 到时候官司打完了 你赢下来了 发现他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一分钱都没有 你想执行都执行不出来呀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